大家好 我是靖 這次來到位於桃園盧竹著名的吳九筒山 海拔170公尺 步道全程約4公里 一路上特殊的九筒裝飾 微醺漫步在森林裡 輕鬆抵達秘境大草原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出發吧! 這是在南天宮附近的停車場 然後旁邊也有很多停車的地方 那今天是來到了桃園盧竹區 五九筒山登山的地方 這邊是南天宮 那他的登山步道是在他的後方 這邊是拜天上聖門 登山步道的路口 旁邊有賣一些吃的公廁在這邊 它是有許多步道竄起來的 然後就從南天宮這邊開始走 它有分那種比較自然的 也有人工一點的步道 走到春秋亭 然後目標是這個五九筒山 中間可能會經過一個叫做南崁山的地方 因為全長是5公里 這邊都是人工鋪好的水泥稻物 平緩的水泥道路 那如果是比較原始的應該是 用木頭搭建的樓梯 這種水泥道路就是森林玉布道 然後自然野境是這樣的道路 大家可以走走看自己喜歡哪一種 有人在唱歌 就是個很商業化的地方 那桃園路主有兩大步道是最有名的 一個是五九筒山步道 另外一個是陽愁森林步道 進來就看到超多人 那我們就出發吧 這個算是非常親民的步道喔 它的海拔大概只有150公尺 那落差好像是在80公尺左右 到五九筒山還有870公尺 抵達春秋亭 民國89年建立的 第一個展望台 我看一下 這邊就很多人在休息 到南崁山三角點 155公尺 我來到了第一個景觀台 那這邊有南崁山的基石喔 大家不要錯過 它是在旁邊的地方 那它是三等三角點 海拔155公尺 算是非常親民的 可以遠眺 南崁溪也可以看到彩虹橋 最不曉得是什麼花 大家知道可以下方留言跟我說喔 十分鐘從南天公走到這 然後要走到這個 五九筒山公園跟晴天草坪活動區 聽說有很大的草原 那這邊叫做五九筒山 聽說有兩個傳說 第一個就是什麼菜姓人家 兄弟非常喜歡喝酒 那第二個傳說就是 以前呢會牽牛來這邊喝水 所以是牛筒山的閩南語諧音 那因為這邊都是水泥的道路 其實下雨天也可以來走 地板也不會都是泥巴路 已經走了六百公尺 那這邊其實有看到台灣很多原生蝴蝶 剛剛好像有看到台灣黃斑碟 平常在市區會比較少看到湖底 離五九筒山還有一百八十公尺 耶快到了 然後這邊有個銀盤坑古道 那通常有古道兩個字都是非常原始的道路 那一直走可以通往很多其他的地方 然後輪頭福德市 一千一百公尺 知性悟道 海山之路 晴天草平活動區 這個等一下順便去看 抵達五九筒山公園 哇滿滿的酒桶耶 好壯觀喔 一排過去全部都是 休息的平台 那我覺得走在這條路上 都好像已經要醉了一樣 雖然是沒有酒香啦 這些都只是裝飾品而已 好大的公園喔 好大的公園喔 旁邊有一個佛夏爾 它寫一個佛 這邊看過去就是很大的草坪 我來到了晴天草坪休息區 沒想到這邊有這麼大的草坪 可以讓小孩子奔跑 那我覺得這個步道非常推薦 就是全家大小來玩 是非常親民 大部分都是平緩的 就是在森林裡面的秘境 野餐店來這邊玩 從南天公走到九筒山公園的話 大概是一個小時會再前往福倫義山 那它是有賣一些吃的 就想說去看看 還蠻特別的 它好像是在森林裡的秘境 沒想到森林裡也有大草 就還蠻推薦大家帶全家大小過來玩的 其實還可以走到三筆山景觀台 還有很多地方 如果有時間的話 大家就可以來走喔 先去福倫義站 掰掰 這邊是福倫義站 這個建築好可愛喔 這樣有一點草屋的感覺 有一點草屋的感覺 這邊有賣一些輕食啊 咖啡 大家如果累了可以在那邊休息 然後這邊有很大的洗手間 菜單 一百多 我們往三筆山景觀台 一百五十五公尺 它是橫緩的階梯 裡面是三筆山景觀台 看出去了 看的沒有很清楚 可以看機場的方向 看更多照片可以追蹤我的IG 下次見 掰掰